不愧是挖掘机的鼻祖 张廷玉只是进来送了个奏折 雍正就挖好了一个大坑想要请君入瓮 幸亏张廷玉及时发现了陷阱 这才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 当初年庚瑶因为在西北嚣张跋扈 阻挠雍正火号归功新政 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 雍正派往西北的钦差孙嘉成 这也成为了年庚瑶和雍正决裂的开始 本来嘛 年庚瑶青海大劫回到京城之后 雍正已经告诉过众大臣 年庚瑶替康熙选了 康熙五十六年传尔丹兵败的耻辱 并以明旨昭告天下 将其称之为恩人 要与年庚瑶做一对千古君臣之欲的榜样 君臣之间永不相复 言外之意就是 只要年庚瑶规规矩矩 雍正则会保证他的富贵荣华 这句话既是对年庚瑶的赞赏 又是对年庚瑶的一种敲打 只不过让雍正没有想到的是 年庚瑶刚毕自用 错把平台当成了自己本事 以为自己在西北大权在握 完全可以和雍正平起平坐 最终还是走到了君臣对立的那一步 在年庚瑶被雍正火速罢免 西北大将军一职后 由于在西北得罪了太多大臣 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朝中清流 都被他得罪了个精光 结果雍正还没有说话 那边攻劫年庚瑶的奏折一个接一个 并给他列举了大罪九十二款 摆明了自己就是奔着吃袭来的 这样一来压力就给到了雍正这边 从年庚瑶的身份来说 他既是雍正前邸时的奴才 数十年的君臣祭遇 还是雍正的大舅阁 虽然这次铸成大错 雍正也并非真的想置他于死地 所以他需要一个理由 或者一个人来堵住百官的悠悠之口 于是他便把目标放在了张庭瑶的身上 张庭瑶作为上书房的大臣 是大清的驻国之臣 门生故隶遍布天下 在庙堂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 是能给雍正地上台阶 让他保全年庚瑶性命的人物 还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当雍正这句问询的话一出口 张庭瑶心里微微一惊 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不简单 年庚瑶是谁 是雍正的自己人 可以比肩李渭的清醒 而自己虽然也身受雍正信任 却只是给雍正打工的 让自己给雍正处置年庚瑶的意见 这怎么看都是雍正在用年庚瑶 给自己挖的一个大坑 假如自己说年庚瑶不该杀 那么雍正便可以救泼下驴 以自己为其求情为由 光明正大的赦免年庚瑶 到时候自己也就站在了 攻劫年庚瑶的那些封疆大力 以及清流集团的对立面 而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 也不会凭空消失 他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 这些人没有吃上年庚瑶的喜 那么到时候张庭瑶只能用自己的补伤 假如自己说年庚瑶该杀 年庚瑶又是雍正口中的恩人 此时雍正虽然为了稳定朝局 辉类处置了年庚瑶 然而等到数年过去 这场风波彻底平息之后 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帝王尊严 势必会把恩将仇报的罪名 放在自己的身上 到时候有苦说不出 下场也不会比年庚瑶好多少 只不过张庭瑶也并非常人 在发现雍正挖下的大坑之后 他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里张庭瑶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先是告诉雍正 年庚瑶的问题十分棘手 不仅是朝中的清流 就连封疆大力也上折子了 如果保全了年庚瑶 那就会得罪这些人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保全年庚瑶 你就得有收服这些人的手段 不然后果你知道的 完美地把问题和压力又抛给了雍正 这其实也是一种明哲保身之道 当领导问你这件事情的意见 想要一个答案的时候 遇到十分难回答 却又不得不回答的时候 你不妨给他叙述事实 但不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像太极的云首 在看到雍正短暂的沉默后 张廷玉又继续告诉雍正 如果上一个问题 还是陈子坚的矛盾 那么这个问题 无疑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所谓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此时雍正正在刷新立志 改革康熙末年的毕正 不惜得罪全天下的士绅和读书人 一连推行了三条立国立民的新政 然而年耕摇利用在西北担任大将军的机会 不仅探没了数百万两白银 还公然阻挠火号归宫 本来雍正做的就是得罪关身的事情 若他真的放了年耕摇一马 那么无论是刷新立志 还是推行新政也就变得万难进行 还会给老八印寺留下口识 雍正用一场青海大劫换来的稳固地位 也会再度动摇 到时候危急的还是大清的江山设计 与大清江山相比 年耕摇一个亲信生死显然无足轻重 雍正也是被张廷玉这番犀利的话惊到 手不由自主地碰落了茶杯 在得到雍正的示意后 张廷玉紧接着又告诉雍正 我听说年耕摇在杭州守城门 仍然穿着黄马褂 傲然俱作 皇上 这幅折子上说的一段话 只为透彻 年耕摇现在仍然穿着黄马褂 你会发现张廷玉的高明之处在于 自己虽然表达了态度 却都是用的别人的观点 以及阐述现如今的事实情况 没有一字一句是自己的意见 却字字句句都是让雍正处置年耕摇 最重要的是 最终这个杀年的决定还是雍正自己下的 还与他毫无关系 张廷玉不仅避开了雍正的陷阱 还完美填上了雍正挖下的大坑 让雍正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在这场较量中 张廷玉显然是更胜一筹的 最后也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张廷玉用三条理由 赌上雍正赦免年耕摇的后路 是另有原因 还是在为好友孙嘉诚报仇呢 欢迎留言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